為了解中華館的風雨的狀況 中華館以為在這次的臨時會當中 第一次的併劃議程 進行新冠肺炎疫情跟風雨的專案報告 讓所有的議員可以更是了解疫情的狀況 做好風雨的工作 那一晚第一次的因為新冠肺炎過往的懷假就在中華館 這也讓中華館在新冠肺炎一開始 就先為專購注意的重點 但是因為中華館在風雨上面的用心 讓中華的疫情控制下來 一直到現在 中華館卡進臨時只有十八的人 而且有十二的人一定控告注意 為了解中華館風雨的狀況 中華館以為今天也特別占對新冠肺炎疫情 基本專案報告 這個是目前國內的疫情 這個因為是上個禮拜五整理的 那到今天為止 全國大概是429個兵力 那這429個兵力裡面 目前是6例的死亡 那全球的話已經到了290萬 快要300萬 死亡人數也接近了20萬 我們請看下一張 那各縣市的疫情 目前我們彰化縣市有18個個案 那個案最多的其實是在北部 包括台北市116 那新北市有90個個案 那一直到了上禮拜為止 本縣都維持在18名的個案 這18名個案裡面呢 除了4例本土之外 其他14例是從國外回來的個案 那其中有一例死亡 就是之前白牌實際那一案 那目前康復出院的已經有了14例 只剩三個人還在住院當中 那個三次採檢陰性之後呢 就可以出院了 風業沒有任何的家庭 也沒有理由 中華館在這次疫情當中 請問法規專業 並且做好疫情的調查 進去的時候 更怕在全國風業的頭情 才讓疫情可以控制下來 表現後疫情的更大 請問俊華新聞 北邊林俊華 財宏伯德